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大海全球新闻 我是吕思萱 所以首先要带您关心 民众到卖场停车 如果违规占用亲子停车格 会开罚600到1200元 不过这项法规 只是用在有登记的停车场 而现在就有民众投诉 在亲子停车位被占用 但是向警方检举 却被回复这不是公有停车场 不在法律的规范之内 对此呢 那停管处就表示 会持续向业者来宣导 保障民众的权益 明明已经公告 占用妇幼停车格会被开罚 不过卖场内的粉红色车格内 还是很多车主没识别证 还是乱停 像我就有证 可是其实一般都停不太到 为什么 因为就是很多没有 他们可能从方便就会先停 有些妇幼停车会 我是真的需要 因为我有带小孩 有些是真的被人家停走 那我想说就找别的车格 那我也不能跟他们怎样 就有家长气不过向警方检举 结果警方也莫可奈何 原来卖场附设的免费停车场 不是停车场法所称的公共停车场 有关卖场的部分 它也不是停车场经营业 所以试用的法条是有意义的 原来卖场停车场几乎都是私有地 除非有向交通局申请停车场登记 主管单位才能开罚 也许辅导这些卖场来符合我们停车场的一个登记 就是来申请停登 那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也会要求请我们的同仁 来加强辅导这些卖场的业者 来做第一线的停车格位的一个管理 交通局表示 违规占用可储600到1200元的罚款 提醒民众发挥功德心 将专用车格留给需要的人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台南有一位独居老翁感染了登革热疫情 这位老先生派先前发病的个案 没有任何的地缘关系 而卫生局人员到场稽查后 就发现老先生习惯拿容器来接雨水 想说要省水浇花 但没有想到这好几个桶子里面 都长满了解决 住在佐镇山区的一名89岁的老先生 罹患第九粒本土登革热 罹长从他们家门外 发现好多个大大小小装满水的水桶 还有水桶内已经发现决绝 这名高龄病患疑似平常会用桶子接雨水来浇灌菜园 才使得并没闻之声 里长用力推倒装雨水的桶子 把积水倒光 其实台南第九粒本土登革热 与之前的病例不同 台南市先前八粒都集中在市区 而且病例也有地缘关系 但佐镇这名病患 近情都没有去过市区 因为其实他平常的话 就是在他的住家或者是出来买个东西 到佐镇的市区 现在目前 我们早上八点钟 已经成立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三级开设 老翁罹患的是登革热第二行 现在全区全面防疫 专家提醒登革热肆虐期间 暂时先停止接雨水使用 家里的积水容器也应确实清除 才能有效杜绝自身源 大爱新闻刘维富小龙树台南报道 台湾的民众爱喝饮料 常常喝不完就放到隔天来继续喝 专家表示口腔内的细菌 再加上饮料中的糖分和蛋白质 都有利于细菌生长 光是在常温下放四个小时 就能让细菌滋生将近十倍 畅快喝饮料 要的就是那一口冰凉感 但如果没喝完 在常温下静置 细菌增长速度可是快的吓人 有实验指出 柳橙汁常温放至24小时 细菌数从原本600个变成250万个 咖啡牛奶更可怕 细菌数量直接暴增8000倍 可能四个小时就会以两倍到十倍的速度 按照菌种不同的生长速率 年纪比较大啦 或者是说口腔里面有破皮的患者 这些呢 在身体的保护机制上就有一些破损 可能就会因为这一点点的细菌 就会变成一个侵入性的感染 静置的饮料可能包含金黄色葡萄球菌或沙门氏菌 轻则让口腔发炎 严重则会导致腹泻肠胃炎 尤其如果是高糖分的果汁 或是高蛋白质的牛奶系列 更是细菌温床加快生长速度 真的要主角的话 建议就是说不要对口喝 你喝多少喝完 那一杯剩下的可能就丢掉 所以对口喝再放冰箱 相对来讲可能菌若素的成长 不会像室温这么快 但是还是有可能细菌会滋生出来 冰箱绝对不是阻绝细菌的金钟罩 最保险的方式还是尽早喝完 既享受消暑 也不怕细菌飙升 大海新闻杨韵茨 邓营中台北报导 国际消息要来关心 拉丁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宣布 未来将会全面禁用食眠 因为光是在2016年 整个哥伦比亚将近有400人 因为接触食眠而厉害死亡 带着呼吸管的萨西多 看起来疲惫不堪 因为我工作 真实际上 跟银子和银子 那我不能忍耐 因为 77岁的萨西多 在一家工厂服务超过30年 整天与市民为伍 换来痛苦不堪的胸腔基业 三名同事找他一步先走了 在哥伦比亚光是2016年 就有将近400人 因为食眠引发的疾病死亡 哥伦比亚国会 历经12年的波折 终于通过了全面禁止食眠的法案 预计2021年生效 将给予业者5年过渡期 逐步停止使用这种号称为 无声杀手的产品 世界卫生组织将食眠 列为致癌物之一 根据统计 全球每年因此有超过10万人丧命 世界各国大多已逐渐减用 甚至禁用食眠 台湾则是在2018年 全面禁用食眠 大海信用旅方编译 全球各地的天气变化剧烈 气象专家表示 今年北半球发生的野火 非常的不寻常 就连在极圈之内 也是野火频传 这不但会加重空气孤染 恐怕还会放大全球暖化效应 从美国到欧洲 野火频传 往年不是没有 看在专家眼里 今年就是不一样 专家表示 野火往极地方向发展 光是在6月份 北极地区野火排放的 5000万吨二氧化碳 相当于瑞典一年排碳总量 对了 对了 印象中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 以前7月4号平均温度摄氏18度 现在却像玛米一样热 一举突破30度 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 6月均溫設施11度 但今年卻高出了十幾度 野火燒不近 加拿大雅伯達省 北部極地圈內的野火 超過30萬個足球場 面積相當於一個盧森堡 雖然極地野火看似遙遠 釋放出的有害濃煙 卻能飄送到遠方 而且燃燒過的黑色灰燼 覆蓋在原本會反射陽光的冰雪中 反而吸收更多熱能 增加了涌動層解凍風險 將甲烷釋放到大氣中 恐怕將會放大全球暖化效應 大愛新聞理方編譯 穆桑比克在一代氣旋過後 劍滿四個月 而穆桑比克的慈激聚工 前往美國紐約 來參加聯合國的會議 要分享慈激在當地的正在工作 我們現在有超過3,000餐廳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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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是人生的它 譬如, Jamaica是一國人的一國人 這些人曾經經過一國人的一國人 這些人曾經遇到環境的環境 像是他們做的在Africa 當你會有土地圖 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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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人們知道 我們需要來一國人 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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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會把未來的未來 這個世界上危險 把資源留給最需要的人 來看到美國慈禧志工協助厄瓜多 重建了卡諾亞教堂 在啟用典禮的同時 也在曼塔市舉辦了一整不務 每一個月 都沒有空間 對 市民的一天 市場 還不會 他是黑洞 小堂 他對 大人 他希望工作與慈禧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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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高興 我們很高興 我們是一個地方 我們需要很多幫助 我們的資料 我們需要支援 我們很高興 我們很高興 我們會來這次的手 這是一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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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番多的地方 我們會來這裡 甚至我們開始回到 2016 在マンタ 我看著,當時的災難 我看著是一番多的 是一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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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起在幾個中的 一個人一起的 今天我們聯合我們 我們跟天主的 Suchy 就要來帶到 公司 量措置人们还要花上大喜好 更多報 그러,找 rif移动 legitim创壳的看待 医院的关系 与地方 mog��가 您这 esto 本群自为安遇 ожно写的医院 市场上 那么合作 我们在设置 在外面的需要是更多的工具 因為 Suchy我們帶來的重要性 我們需要在市場的需要 工作一起的希望 作為市民的建議 我們都要好 做這個功能 你這麼做的 你這麼做的是 你這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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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差不多一年半的努力 与 local team 现在这个旅行 的教堂会完整 我们会有盛业盛业 这是最重要的活动 这是历史 我愿意说 我们有所有的群组 他们有所有的经历 最好的最好的 我感到很高兴 与他们工作 健康议题要来关心 乳癌早期治疗的存活率 相当的高 光是第一期乳癌 五年的存活率 是高达九成五以上 而现在民众 可以透过S光筛检 能及早发现 来有效降低死亡率 根据卫福部统计 台湾乳癌发生率 逼近七成 每年有万多人 相当于每天 约有31位女性 被诊断出乳癌 未居妇女癌症的首位 立癌高峰在45到55岁之间 也比西方妇女提早10年 乳房X光摄影检查 是目前被证实 最能有效防治乳癌的 筛进工具 虽然为了让低剂量X光穿透 检查时必须紧压乳房 可能带来些微不适 但是它可侦测出 乳房钙化点或微小肿瘤 发现无症状的零起乳癌或癌前病变 要确诊当然就是要切片 一般我们都会做核心穿刺 就是所谓的出生穿刺的一个切片术 然后由这个病理来确定乳癌的诊断 女性乳房是由皮肤 脂肪 乳腺腺腺体和纤维组织所组成 若是乳腺细胞产生不正常的分裂繁殖 就可能形成恶性肿瘤 45岁到69岁 我们国民健康署 有做这个免费的一个乳房摄影筛检检查 那如果有家族死在二等轻以内 40岁就可以开始做这样乳房摄影的筛检 医师也建议妇女朋友每月生理期后自我检查 停经或怀孕妇女则每月固定一天 三指并拢 按压入房 三指手指头 四指中指无名指的第一节的指部 三指围去 然后用按压 螺旋滑动 前进的一个方式来做检查 那在乳头的地方也要稍微做一下按压 我们看有没有分泌物出来 乳癌早期通常没有症状 但随着肿瘤生长 可能出现乳房不明肿块或分明物 乳头凹陷 乳房关系改变 或腋下淋巴红肿等情形 若发现异状 应立即找专科医师详细检查 早发现 早治疗 就是防治乳癌的最佳方法 慈济基金会第一所B级长照的 指照中心在苗栗慈济园区成立 今天阵营上员和苗栗县长徐耀昌 是共同揭牌起用 阵营上员与苗栗县长徐耀昌 共同为慈济第一个日照中心揭牌 苗栗的社区长照服务更进一步 长者们表演苗栗慈济琴 展现活力 场面温馨 83岁的杨女士 女儿是慈济志工 也是这里的照服员 他们以前可能在家里就觉得比较孤独 可是到这边来就这么多的朋友 对我们这些长者都很照顾 我感觉在这里很快乐 日照中心舒适 温馨 专业照服员与志工合作提供服务 上人在53年前就知道要慈善加医疗的结合 现在我们的ABC就是慈善加医疗 跨专业团队的结合 当地菩萨陪伴当地的长者 期待我们身心灵都让他们很安稳自在 正元上人来到慈济苗栗园区 与志工温馨座谈 曾经担任四年和气队长的志工黄轩回 卸任后转为协力队长 团队成员从300多人 目前已有500多人 当然是不太一样 和气协力队长一个一个是跟他抗 能够希望这个团队能够撞起来 崭新的慈济苗栗园区 户外分成防备灾 环保 生态等区域 志工动员铺设连锁砖 希望在推广环保防灾教育同时 也兼顾环境生态 大爱新闻 张贵端 廖学信 钟慧如 苗栗报道 南安小熊梅亚 今年四月平安野放 身为业训团队的领头羊 黄美秀教授 他出版了新书 要分享这一路以来的保姆心情 呆蒙可爱的台湾黑熊宝宝还记得他吗 这只南安小熊梅亚在去年七月被发现 历经九个月一系列照护 终于在今年四月被野放 黄美秀身为熊保姆领头羊 出版新书《小熊回家》分享保姆日记 可不只是固定喂养这么简单 也要有一只像野熊一样的特质 这个时候也包含放出去山上要能够存活 因此他要有觅食能力 所以你必须要教他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甚至要抓野生动物 我一直认为这是山神给我的礼物 这很不像是一个科学家应该讲的话我知道 好 优默分享获得满堂彩 但为梅亚准备的野化训练却轻松不起来 为了增加野性 就连野训团队都不能和他有眼神接触 最后为了断舍离 甚至要用鞭炮让梅亚远离人类 看着一只要回家的动物 你还这样子给它 没事给它恶搞 其实会 你说没罪恶感是骗人的 可是就是必须要 要硬下心 咬牙含泪很下心 为的是确保小熊一生平安 新书扫松回家除了记录 梅亚流浪记 更浓缩黄美兽20年来 期盼外界重视 守护台湾黑熊的千丝万缕 慈母星 大映新闻 杨韵慈登影中台北报导 防植物人照护病房 打造安全的防火隔间 知名化妆品公司 号召员工要上街头 募集爱心发票 大太阳下 警戈热物 在这也不怕 大家要捐一些植物人 没有办法 躺在床上 没办法动的人 然后捐发票 帮助他们 帮助植物人 可是天气很热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也曾经就是遇过火灾 那可以感受到那一种 无助的时候 那尤其植物人 也不可能自己爬起来 那这些设备 我们应该要先去预防 创世板桥分院 创院超过20年 老旧状况更凸显消防需求 往往就是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其实那个关键的时间 是大概5到10分钟左右 对那它如果说可以 就是有一个防火的 就是时效一个小时 那我们只要把门关上 防火门关上 基本上火就不会乱窜 台湾就是有美食 有好的风景 还有善良的 我们的百姓 我们的社会大众 救救植物人 翻了暑假不空过 员工带着小孩参与 让爱心从小扎根 大家新闻 肖志杰 许英豪 台北部罗 台北市大家河边公园 展开为期九天的熊赞选乐园 家长们可以趁着暑假 带着小朋友一起消暑 新闻最后要带您一起来看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 大爱全球新闻 我们再会 晚安